大家好,天天西包子啊,说的我都烦,今天讲点这个土宏国的经济啊,其实经济没什么好说的 经济这个东西,你必须市场要开放,是吧,各种资源要光积光积光积流动起来 老百姓可以随地去随处去找工作,价格能有竞争,是吧,你这个各种信息搞起来了,流动起来了,就跟这个河流一样的 水冻起来了,这个鱼就多,是不是,一团死水哪有什么鱼呢,有鱼他也饿死了,有鱼也毒死了,对吧 中国的经济一旦是死水一团,没什么好说的,说这个胡锡进 做过一期评论,说这个中共的三中选后的文件很见的把 坚持公有之为主体 把这句话取消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完了以后,胡锡进就遭到这个和谐了 吊盘胸胸,真的就失去那发言的空间 估计日子不好受啊,也不知道过几天出不出来 然后人民日报就专门发了一条信息 就坚持公有之,坚持社会主义公有之,永远不动摇 所以你就把这句话听明白以后啊 你就知道中国的经济没什么好说的,是不是 因为公有之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 党,政府,一少部分人都控制这个市场资源 他把资源控制起来以后,你就没法流动呗,水不动 他麻烦了是不是,水不动就一滩死水吧,哪有什么经济呢 目前中国经济唯一一个可以说的就是房子 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四十多年 中国老百姓买买买买了很多房子 房子呢,其实中国经济的一个目前还可以交易的这么一个产品 同时也是中国老百姓的 这个有钱的象征,是不是 在中国凡是有钱的人 手上都有好几套房子 然后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我都有两三套房子 因为你钱房银行你没什么利 没什么利息 利也没什么,也不安全 还不是换个房子 加上中国的房子呢 买的时候 其实还可以了 你至少比美国强 美国你买他房子 你完蛋了 你这个美国的房产税 贵的要死 你比如说你在德州买一房子 你花一百万美金 哎呦一年的话 光房产税都要交三四万美金 三四万美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是吧 一百万美金在在德州也不是特别好的房子 中不溜秋吧 所以他持有房子的成本是特别大的 那土工中国他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房子你买进来以后啊 你开始交点税 完了以后之后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持有成本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房价上涨的话 你是稳赚不赔 中国过去10年20年 所有 发了财的人都是因为房子发了财 但是现在房子跌下去了呀 所以这个时候就考验每个人的智慧的时候就到了啊 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消息是这个 郑州这边 他们搞了一个这个 取消的一个限跌令 是吧房价一直在跌嘛 是不是完了以后呢开始中共 这个这个这个决策者地方政府他不太适应嘛 他担心出社会问题 这个房子跌了以后老百姓会造反的呀 我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说说现在全国都在取消这个所谓的限跌令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房子跌了以后 共产党其实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跌的是老百姓的钱 老百姓一夜之间打水票 你跳楼跳楼 是不是 你吃药的吃药那是你的事情 大不了就是你们上街造反呗 你造反试试看看 是不是一枪就崩死你 立马就给你抓进去 所以他们说 房子下跌 老百姓是无法承受 但是政府和这个什么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真没什么事 你只要卖出去 只要你跌跌跌跌了以后 你只要有交易政府他就有交易税 是吧 他有营业税有各种税 政府就有钱赚 你干嘛要限制他呢 你不有毛病吗 所以说是据说啊 据说是国务院的一个副总理 我估计是那个姓何的人吧 何立峰 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啊 然后完了以后呢 就从这个河南的 郑州开始 就出台了这么一个政府的命令 非常的搞笑 是吧 郑州取消限跌令 传递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以后可以随便跌 政府不管了 房企从此没有了 顾虑 房价会加速探底 这个政策不光是郑州 而是中央开了口子 全国都在跟进 这个东西不是郑州这边的 地方政府有意识的聪明脑瓜子一拍 想到这一点 而是中央国务院里面有 大领导想到这一点了 现在在郑州放一个消息 其他地方就跟进 这不就搞起来了吗 是吧 这个官方的消息是什么呢 说这个7月31号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近市政府研究 住房保障部门 不再对 新建的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进行指导 开发 商按照 自主定价进行销售 办理商品房 预售 许可的手续 那就不管了呗 随便你跌呗 是不是 那你知道做公司的人他就是这样子的 我房子建起来了 我两万块钱 一平米我卖不出去 我一万块钱卖不出去 那是我的投入的成本 是吧 公司没有现金流进来 要关门的 老板要跳楼的 是不是 你能卖出去算一个呗 所以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尝试 为什么市面上经常有什么 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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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折销售 为什么呀 清仓 出货 回收现金 多简单的一个事 那房子它也是个商品也是这个道理 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是表示很服 土工中国高层的国务院那还是有 还是有聪明人的 还是有明白人的 你怕什么呢 你的房子跌了以后大不了就是那个那些持有房子的 没钱挣了 是吧 老百姓的财富缩水你政府真不会缩水 有什么好缩水的呢 银行有可能有点冲击 银行是你中共的国有银行 脑子大不了把这个所有的不良贷款一笔勾销 完了以后跟你得搞一个 负资产包 把它 把它剥离出去 完了以后又给你注入新的现金 超发点货币 又从头再来 就相当于 过去的苏年呢 还有其他 一些地方搞的是修科疗法 什么是修科疗法呀 就所有的现在 所有的货币 都不算数了 所有的 所有的资产 不管你是 优质资产 还是不良资产 一切都归临 拍死 然后呢从头再来 老子新发一套货币 中共其实已经搞过一次修科疗法了 在这个朱镕基的时候搞的大量的国有企业 大量的不良资产 大量的银行负债 朱镕基一声令下 全部归临 不良资产 剥离 是吧 然后每一个银行 又装银行给你注入新的这个 货币的 M2然后完了又继续干 这一晃的话又干了二十多年了 他这么来玩的其实就是修科疗法 中共现在目前就是在正在默默的秘密的 暗戳戳的 进行修科疗法这个修科疗法呢是一个局部的 就是让你在中国有房子的人最后是血本无归 最后一分钱都不剩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听到这个消息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一定要知道啊 现在中共这边的有高级的官员就是 尽量把这个消息就释放出去 要懂 要看得懂其中的猫腻 赶紧把这个房子换成现金 跌 房价下跌 他总有一个价格吧 还没有到彻底归零的时候吧 赶紧 一万块钱有人五千块钱赶紧卖 卖了以后你一百平米五千块钱你总会有点钱呗是不是 你怕什么呢 以前你是亏了 可是问题是你现金在手上你现金为王啊 未来几年经济搞不好家里没有收入 年轻人又找不到工作你还可以靠这点钱来什么 那熬过最最最最最艰难的时候啊 这不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叫荒年吗 你要度荒年吗 这不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商业周期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很重要啊 你在我的频道里面天天跟我玩的人 我是把这个消息给你拿出来给你讲一讲 你一定要记住几个重点 房子下跌政府是没有影响的 是吧 你看美国政府 上一次房子跌成狗的时候 美国政府他有丝毫的影响吗 他没有影响 他该怎么跌还是怎么跌 就是你一些个炒房的人有影响 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房子下跌 政府地方政府 尤其是中央政府是没有影响的 如果你不让房子 这个自由的买卖 你搞了一个搞一个什么 限跌令 这个时候所有的房子都是死的 房子一旦成为死水 最受不了的人是谁 是地方政府 因为你房子 没人买没人卖 你没法收税 是不是 这个东西很简单 所以中共中央 国务院图图狗他想明白了 终于从郑州开始把这个限定力 就给取消了 这个时候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 它是个机会 是一个 个肉的机会 是一个 打折销售的机会 是一个清仓的机会 是一个出货的机会 是一个回收现金流的机会 是一个未来几年 不至于饿死的一个提前准备的机会 我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 荒年的时候你不要老是想着引力 荒年的时候你想什么呀 你想保命 所以为什么老是说要信仅为王呢 房子这个东西它有个最大的不好 它就是变现特别慢 而且完全受这个国家的大方向的宏观政策的影响 所以我现在就一套房子 我打死不卖房子 我管你涨还是跌 没有必要 真的你否则的话你到时候真是陪他们玩不起 我就跟大家分析这么多 听得懂得赶紧行动 听不懂得我也就只能帮你帮到这好了 谢谢